像臭雞蛋的味道 燃燒用的酒精的味道 咸鱼的味道 有点难闻 食物腐坏的味道 雾霾香水 其实当时的想法挺简单 就是因为雾霾这个事 算是一种艺术行为 希望进一步地吸引大家的关注度 持续地保持对雾霾的关注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是开香水工厂的 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这个话题 然后他愿意来支持我们 我其实访问过不少人 特别是北方的 大家普遍反映的是 焦油味 硫的味道 生煤炉的那种烟味 烟尘味 我发现大家的描述 最后是有一个统一性的 就是说明这个味道 其实是感官刺激 还是比较强烈的 就是我儿子 他连续咳嗽咳了三个月 后来就开始呕吐了 当时我就觉得 必须要为环保方面 做一点什么事 然后我就全职发起了 宝贝亚蓝天 我们从上门 提供上门衣物回收 这样一种人人可以参与的 比较方便的 这样一个环保平台开始 然后我们分检的衣物呢 是会把最好的那一批 发往贫困的地区 对环保关心的人 我发现有许多都是女性 有许多都是母亲 他们对参与环保志愿 非常非常地有热情 我还有我的朋友 对孩子 特别是孩子的那种忧虑 因为他们从一出生 就处在这样一个 比我们出生时 更糟糕的环境里面 具体的影响 可能是我们现在 还是无法估计的 其实是非常忧虑的 我个人觉得 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需要依靠的是大众的参与 我们的影响力 其实是有限的 我们常说我们希望影响的 其实就是身边的那一群人 然后产生一个涟漪效应 让身边的人能够认同了以后 再去影响他们身边的人 我看你了